拥有海一样的胸怀,才能有海一样的人生,拥有海一样的宁静,才能震得住波涛汹涌,做人如海,又跌当体肤,又波澜不轻,心宽,故能瘦,海宽,故能容。 如果你有水的清澈,就不惧猜疑,如果你有水的胸怀,就不问流言,如果你有水的宁静,就无视纷扰,不争,不辨,不畏,无惧,做个寡言,担心有一片海的人,好的坏的我们都收下吧,然后一生不想继续生活,人前宠墙,是为学会遗忘,然后惆怅,是因为学不会卫装, 其实我们都只是孤单的孩子,渴望有人疼,渴望有人爱,渴望身边的人,永远不对自己说白发,累了,蹲下来抱抱自己,也就倔强的说,也不过如此,人生不必完美,却必须精彩,学会低调,取舍间,必有得失,人生是一场活力,心胸豁达开朗的人,凡是看得高远,生命有止,精神无止, 以不尽的世界,不要去应急,担惹别人,也是做见了自己,做不来的事情,不要去硬做,换种思路,也许是会事半功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